為了迎接二零二一年的成都世大運 中華南南培訓隊 從八月開始展開第一階段的備戰 雖然大名單之中 包括高國豪 孫四瑤跟周桂瑜等人 都因為必須配合母隊行程 無法一同集訓 但也因為少了這幾位重點戰力的參與 讓其他幾位球員 有更多機會表現自我 除了台體大射手陳宇仁之外 身為中華南南夢幻班底林建平的兒子 現年二十二歲的旅美小將林炳豪 也是教練團的關注焦點 丙豪我覺得他可能在球場上的果決度 可能必須要再加強 可能要跟他爸爸林建平多學習 矮色哥其實你知道他 中華隊的控球後衛 然後他在球場上非常靈活 然後傳球視野非常好 那我覺得丙豪可以去 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翻翻他爸爸父親以前的 比賽的影片 對 跟爸爸去請醫一起 會會會有的時候 可能比賽打不好 就會就可能打電話給他 可能跟他講說我覺得自己拿那裡 可能拿一球 可能有什麼有什麼選擇 然後可能問他 他會告訴 可能會跟我分享一些 他自己的想法 就如果是我 他可能會怎麼做 因為他自己有時候也有看我打球 所以覺得我在場上就是自信心不夠 對 希望就是多感大一點 多表現一點這樣子 自二零一四年從金華國中畢業以後 林秉豪已經在美國發展了六個年頭 雖然知名度不比學長吳永勝 以及學弟林廷謙 但這次回到臺灣打培訓隊 除了要改善自己的缺點 他也希望能用自身表現 讓更多球迷認識他 外體育新聞採訪報導